殺頭 導演 楊中瑩來了 哦 好 我來了 導演你好 你是楊忠穎 對 我是楊忠穎 滿帥的 謝謝導演 這個角色 從外型來看就很適合 因為呢 他是一個很負責任 但是很內向 又有一點害羞 可是呢 眉宇之間又帶著一種淡淡的憂愁 這個感覺很不錯 對不對 可是跟我一點都不下 所以就是必須要靠你來表演 對不對 好 那麼你現在就要演出一段就是 你面對了你的繼母 並沒有排斥她 你其實是很喜歡她 可是你說不出來 話到嘴邊說不出來 可是今天是你的終身大事 你要請繼母幫你的忙 那你要怎麼樣來表現 這種欲言幼稚的這種狀況 所以就是我可能 開不了口叫她一聲媽 也有可能 那但是你又必須要請這位 有所求 對 那你怎麼辦 像這樣子一個很複雜心情的 好 大男孩 好 好嗎 好 我盡量 好 那我就是你的繼母 好 你站在阿布的旁邊已經半天了 你到底有什麼事情要跟我說 因為我最近就是跟我的女朋友 已經是到了論集婚嫁的階段 很好啊 那我們也都籌備得差不多了 很好啊 那你知道嗎 就是婚事一定會有一些重要的關頭 是啊 可以缺一點東西 對 然後 什麼東西呢 其實缺的也不多啦 就該準備的我們也都準備了 大概就是缺一些金飾啦 家電啦 房子啦 車子啦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啦 這麼一點啊 對 那既然這麼一點的話 那你都準備好了沒有 就是因為還沒 所以 媽 你從來沒有叫過我媽 這個時候你竟然叫媽了 對 那 我可以請你就是 怎麼樣 預支我一些費用這樣 對 畢竟我們是一家人嘛 所以我娶了太太之後 她也是你的媳婦嘛 對不對 也是可以 這個媽好像來得還蠻 蠻 蠻 蠻貴的 可以找你的爸爸啦 不要這樣啦 媽 我們來歡迎這個 鳳巢老師的少女版 林文怡 你好 艾志阿布好 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來歡迎這一位呢 她的名字呢 等一下我解釋一遍以後 你應該是永遠都會見 記得她了 楊忠穎 你好 艾志姐好 大家好 我是楊忠穎 是 她養了一個忠穎公司 太棒了 我也希望那個是我的 老闆 老闆 你好 謝謝 這個聽起來感覺很舒服 還不錯 第一次有人這樣 對 是喔 對 年輕人就是要讓觀眾 能夠記得你啊 對不對 你以後都可以用了 以後都可以用了 有看到我尊重一點 楊老闆 你好 是 謝謝你將來 不要忘記我們 對 請多指教 請多提吧 好 接下來 那忠穎在這個戲裡面 我們看到了她真的演得很好 雖然說大哥在這個戲裡面 其實講起來好像沒有很多很多的戲 可是一出場都讓人家印象很深刻 所以在這個整個這個戲裡面呢 好像奉朝老師跟這位大哥的感情是很好的 因為奉朝老師她媽媽生了十個 十個小孩嘛 那她跟這個大哥其實就是是同父異母 那雖然是這樣 她是以哥哥姐姐來說她是唯一的一個哥哥 就是你的大哥嘛 對 在小孩子身上其實不會有什麼就是 A 差別感覺像是我們是不同媽媽或數字 當然這一點在大哥身上會有一點啦 就是他對於奉朝老師的媽媽 其實會有一點點的那個心結在 對 會覺得有一點隔閡這樣子 但是在小朋友身上是沒有的 是看不出來的 對 很和樂對不對 而且我們也看到這個大哥 其實對弟弟妹妹都很好 非常好 他看見奉朝老師打他弟弟的時候 他朋友笑得很開心 其實真的很好玩 那這就是一種叫做愛愛的表現 那像奉朝老師在這個部分呢 他就是可以很直接表達他的喜怒哀樂 因為其實我本身也是跟奉朝老師一樣 是比較活潑的人 對 那當然我知道有些 有些人的個性是比較含蓄的 對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直接的 比如說跟爸爸媽媽說 像我小時候真的只要把媽媽生日 或者是父親節母親節 然後寫完卡片或什麼就是送過去的時候 爸爸我愛你 這個小傢伙很聰明 對 爸爸後面接著說 你要什麼 爸爸 我爸爸是 他就是比較傳統的爸爸 他個性上面 對 所以他沒有辦法那麼直接 去表達他的開心 但是你就會看到他就是 就默默的嘴角上揚 你就是知道 感覺 我達成了 他那個幸福的笑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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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的鐘瑩 你的個性呢 跟這一位大哥的個性 有沒有差別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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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本身 其實私底下也是跟威怡比較像 就是比較屬於開朗型的 那因為戲中大哥這個角色 因為同孤一母的關係 所以對後母這些 這個角色一直比較 沒有辦法直接地接納 不過當然這個後母 他並不是我們所謂 想像中的那種 傳統的後母 對不好的後母 他是好的 他對整個家庭也是很照顧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 大哥也是其實一直想要跟他 建立好關係 但畢竟是男生嘛 然後又年紀又稍微 跟他們年紀少有差距 所以沒有辦法一次就破冰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有小朋友 所以在戲中跟父母 或者是跟小孩之間的戲 就自己感觸會比較深啊 我覺得這一塊 還是跟自己的人生經驗 會有蠻密切的關係 所以你自己當爸爸 其實蠻早的 對 我三 三十 三十結婚 然後三十一 有第一個小朋友這樣 對 現在小孩還蠻大的耶 對 讀小學 對 我女兒小四 然後小的小二 可是憑良心講 他真的看起來 就像不超過二十五歲的 保養得很好 保養得很好 不是 我們平外話 你怎麼保養的 你告訴我們一下 沒有 艾甄姐待會要喝什麼 我去吧 不是 你怎麼樣可以把 你自己維持得這麼好 沒有 就是身心愉悅嘛 這樣 對啊 所以我家看到兩個孩子很開心 家庭美滿幸福 所以你對孩子的表達 像剛剛文怡講說 他的爸爸會淡淡地露出那種 寒暈的微笑 很寒暈 但是旁邊的人都應該看出來很幸福 其實我心裡面是住這個老靈魂 就是我跟小孩的表達 我也沒有辦法說 像現在的年輕人說 或者像文怡講的就是很直接 我愛你什麼 我也沒有辦法 好像大部分的男生都會這樣 對 我沒有辦法 是嗎 你是年輕的爸爸 你也不行喔 對啊 所以這一方面的 只能在演戲當中去做 現實生活中辦不到 對 好奇怪 為什麼辦不到 是因為你的個性 你說你有個老靈魂 因為我跟我的父母就是這樣 因為我的爸爸也是傳統 比較傳統的爸爸 所以我們小時候也不會這樣 所以很自然的 我跟我的小朋友也不會這樣 你爸爸也只是露出 淡淡的幸福對小孩 對 我爸爸只是露出淡淡的棍子 他沒有辦法 你其實多少也是會受到 長輩的影響 對 所以然後就是對小孩子 不會說是像現在年輕的爸爸 這麼直接的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爸爸把你抱起來 爸爸愛你 這不是現在很多爸爸會做的事嗎 對 可是真的是要到現代 就是比如說像我們這一輩的 你們這一輩當了媽咪 比較有可能 對 但像我爸爸媽媽還是 你這樣我們這一輩的時候 不要做錯了 我們這一輩的 楊忠義 你才二十五歲 對 你先回去 趕快把你整個的靈魂 這個重新洗一遍 其實你才二十五歲 你才二十五歲 你現在回去 先不要急著喊說 把他們抱著爸爸愛你 他們會覺得你是鄰居家 對 就突然間覺得 爸爸被誰抓走了 換了一個爸爸 對啊 所以說其實說 對於這種家庭裡面 親情這種愛的表達 那真的是每一家都不一樣 是 我可以分享一個 我的親身的經歷 對 其實 因為就像我說 我爸爸是一個 比較不會表達情感的人 對 但小時候 因為他做生意忙 那我曾經就是 我曾經真的 小朋友比較傻 我問我媽媽說 媽媽 爸爸是不是不愛我 我媽嚇一跳 他說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感覺 我說因為 因為那段時間是 我很早出門上課 我爸可能還沒有上班 他還在睡覺 對 但是我下課回來 我睡了 他才回來 所以其實我可能一天 見不到他一次面 是 對 那那段時間我 就是小朋友的心裡 會覺得說 爸爸是不是都不關心我 那後來我媽知道的時候 他就只是跟我講說 妹妹啊 爸爸愛你的方式 是他用他的方式在愛你 只是或許你感受不到 但有一天你一定會發現 他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雖然你每天都沒有看到爸爸 可是爸爸就是在我睡覺之後 他回來 他回家第一件事情 他是開我的房門 去看我 看我睡得好不好 然後看了他覺得安心了 好 他才關上 我當下聽到我就 對 我才知道說 原來其實爸爸是很愛我的 但只是我覺得表達愛的方式 是不一樣的 對 就還好有媽媽這樣子 幫你們解釋一下 對 然後消除你心中的疑慮 對不對 那像你的孩子應該 雖然你也沒有說是這樣說 爸爸愛你 但是他應該也感受得到你的 我的方式也不一樣 那怎麼樣 就是那個 就回家那個 他們存錢桶都要放一點錢 我覺得這方式很好 滿直接的 一個月後他們 好滿 爸爸好愛我 對 加油 太棒了 很多的劇組 現在都要準備找他來演戲 可以讓他孩子的那個鋪滿 可以很快的裝滿 然後滿滿的感受到爸爸的愛 對 好 那不管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 跟對方表達我們的愛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也要讓對方 真的能夠感受得到 好不好 不要自己關著門在那邊 自己偷偷的愛 沒錯 謝謝你們兩位 然後也希望大家 好好的支持 支持這兩位優秀的演員 然後我們繼續收看我們的 《雨過天晴》